最近很夯的古代剧《蓝陵王》 剧中的主角长得帅又武功高强 深受两岸观众的喜爱 新唐人的英国主持人郝一博 却另外有一番有趣的见解 他形容剧中的蓝陵王 就像是古代版的中国队长 还说里头的女主角雪武 会帮马一角帮鸡针灸 就像是怪一杜利德 气氛中郝一博的独特观点 让网友们捧腹大笑 影片上传不到五天 就累积了三十万的点击量 一定要戴上面具 带领士兵们打仗 古代花美男《蓝陵王》 长得帅又武功高强 深受观众的喜爱 不过在新唐人老外主持人 郝一博眼里就变成了这样 他在戏里很喜欢洗澡 有时候还会弄得像在拍沐浴乳广告 除此之外 他坐牢时会有鸡腿可以吃 你们想撑死四爷啊 必要时他也可以帮忙推销农产品 来 卖鸡蛋了 这里的鸡蛋最滋补 最滋补 真不愧是古代版的中国队长 至于女主角学武 郝一博也有一番见解 在他眼里的学武 本领相当多 多到成了怪一杜利德 他除了会逃狱 会做炸弹 会看中医 会看心象 还会制造浴水器 制造播种器 制造五字天书 制造一次化妆棉的东西外 这个真的是比较夸张了 他竟然是可以帮麻衣脚 帮鸡针脚 根本是怪一杜利德 除此之外 郝一博还分析了剧中的独特之处 他们的天空经常会飘落一些不明物质 然后距离的角色会不停的中毒 不停的跌落山谷 不停的中剑 可是小宫这几件特效的成分 就好像有点明显了 七分钟的蓝灵王精华版 让网友笑到不行 网友留言 此影片严禁上课 睡觉 开会时观看 以免忽然大笑 导致自身难保 还有网友惊叹 郝一博的标准中文 留言说 这位阿多阿 是跟Google小姐学中文的吗 新唐人节目主持人 郝一博的搞笑分析 吸引台湾许多媒体纷纷转载 影片更是上传不到五天 就吸引了30万人观看 新唐人亚太电视 台湾整理报道